最近天氣炎熱 其實不少機車騎士騎在路中間的時候 都會想要來躲太陽 不過16號中午的時候 在台北文山區木柵路二段這邊 竟然有一名機車騎士 是直接把車停在了待轉格 接著把車熄火 以及拿起鑰匙和包包 走到旁邊的騎樓來暫停停等紅燈 直到綠燈的時候 再回到車上發動機車 離開現場 不過這畫面也被網友拍照 上傳直呼真的非常傻眼 來聽一下警方的罪行說明 本案民眾細於 本月16日上午12時 那日本匣木柵新龍路口 機車停等區 機車待轉區停等紅燈時 那將機車停放於待轉區內 熄火下車走至路旁 那約於50秒後 方回到機車上發動引擎逝離 那這部分依道路交往管理處罰條例 第55條及56條的規定 在交叉路口 違規臨時停車是儲300元至600元發換 那違規停車的話則是儲600元至1200元的發換 好的 根據警方的說明呢 其實像這個騎士這樣子恐怕是有違規停車或是零停的問題 那麼最高呢可以開罰到1000元 那麼其實不只這樣呢 還有許多民眾呢 是騎車在路上的時候呢 直接停在路中間 因為剛好有個陰影處停在那邊 不過也要提醒民眾了 如果這樣子的話是屬於奏停 有可能會吃上最重24000元的罰單